叶论除了画本之外 还有一个版本叫唐本 这个版本出于唐大列的时候 唐大列自立三 号叫立三 是清代比叶天是晚的人 他编辑了一本书 叫吴医会讲 吴是指江苏 因为他是古代的吴国 他是把江苏他那个时代的医生 给学生讲课的讲稿 或者是他们平时写的论文 还有别人口述的一些东西 他把它收集起来 大概有前后有十年的时间 编辑这么一本书 叫做吴医会讲 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中医大志》 那么其中就收入了叶天是这篇论文 他叫什么呢 他放在第一卷的第二篇 他给他起的名字 叫文正论志 和唐本不一样 和画本不一样 画本叫文热论 在乌医会讲里边 这篇文章 唐大列起的名字 叫文正论志 他这个吴医会讲 在每个一家的每篇论文之前 他加一个作者小传 先介绍介绍作者 那么大家看看呢 他对叶天是这个是怎么介绍的 我念一下就行了 叶天是名贵 好相言 这位大家知道了 天是是他的字 他的名叫贵 叶贵 好 相言 生肚年代 咱们刚才说了 1667 1766 市居昌门外下堂 江苏无限 就是现在的族轴 昌门外下堂 在这个地方住 所住 温正论志二十则 他把这篇文章 叫做温正论志 分为二十则 也就是二十条的意思 乃先生游于洞庭山 在洞庭山游览 门人顾景文 随之周中 以当时所语 信笔路计 一时未加修士 是以词文截取 与意烧乱 他有这么个评语 他认为 这篇文章 不大好懂 语句也有点混乱 读者不免会目 读者不容易看明白 烈 就是唐大烈 不揣冒昧 欠以语句 少为调答 前后少为一罪 就是说他进行了加工了 在语句上 他认为不通顺的地方 他给通顺通顺 给顺顺 前后次序 他认为有颠倒的地方 不合适的地方 他给颠倒颠倒 前后 能能为 进行了加工 为始会者明知 他的目的 就是让看不明白地方 让大家能看懂 至先生立论之要旨 未敢收耕 一字也 就是大的宗旨 没敢变 但这点很明确 他肯定是进行了加工 语句少为调答 前后少为疑虑 这就是画本和唐本 就不一样了 华秀云 对这篇文章 没有暗语 他只加了没注 文章没有动 他加上他自己的小注 在上边 没有动原文 他肯定是给动了 这点他自己说的很明确 所以这两个版本 稍有不同 区别不是太大 但是个别地方 有改动 不一样 另外他说呀 是20则 实际上 在无疑会讲里边 你数数 是21则 他把它分了21段 他说是20段 他说丢了一段 他自己数丢了 这是原始的最早的 两个版本 画本呢 是分为 33条 分段 分了33段 唐本呢 20则 实际上 是21则 分了21段 就他们分段不一样 从词句上 这个画本 应该说没有改动 因为他没有加说明 而且你看那语句 也都是原来的样 他经过改动了 后来流传的过程中 还有两个重要的版本 清代的医学家张南 字叫虚谷 咱们习惯上就叫张虚谷 张虚谷从唐大烈这个版本 为什么你知道是从这来的呢 他跟他这个原文是一样的 从唐大烈这个无疑会讲的版本里边 把他收进 他自己著作 一门报课 他收进这本书 这个我补充一句 无疑会讲啊 是1792年 1992年出版啊 画本最早是1775年 这是1792年 他稍晚一点 张虚谷把这篇文章 收到他的一门报课里边 是1825年出的书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他把他从无疑会讲里边 收来之后呢 他加了住室 唐大烈没有住室 张虚谷收进来之后 他加了住室 住的不错 后世呢 很多都采用他的住室 但是在这个一门报课里边啊 就不是这个名了 他又改了 在他这本书里叫什么呢 夜市文明论 画本叫温热论 无疑会讲叫温正论之 到了一门报课 叫夜市文明论 这个版本啊 也是大家所公认的啊 好本 为什么 他这个注释很重要 一门报课 是1825年出版的 再往下 清代的著名文明学家 王世雄 字叫孟莹 他编辑一本书 叫温热经纬 这本书很有名 咱们后边要专题介绍 所以这我就不细说了 他在编辑温热经纬的时候 把夜天市这篇文章收进来了 他是从哪引的呢 从画本引的 画本叫温热论 他给改名了 叫夜香炎外感温热片 你怎么知道从画本引的呢 因为他所用的那条文 画本是33条 他把它分成36条 而且他那个文字 是和这个一样的 和唐本不一样 所以咱们知道 他是从画本引 有的书上说 温热经纬是从唐本引过来的 这不对 温热经纬引的原文 是和画本一样的 和唐本不一样 这两个版本的说法 有不一致的地方 他从这引 他最大的特点 他拿画本和唐本 这两个版本啊 进行了校对 凡是唐本和画本 不一样的地方 他都写上 唐本怎么怎么着 比如说这句话 唐本做什么什么 他引的不是 画本的原文吗 他下面注上 在唐本又怎么说的 这几个字 哪个地方不一样 他做了个校对 凡是不一样的地方 都有 把两个版本对着叫 同时 他又引了张虚谷的注写 大家看温热经纬啊 凡是有注写的地方 头一段 不写张注俩的 都是张虚谷的注写 往往啊 这条条文完了以后 下面就是一段解释 这段解释不标名字 那就是张虚谷的注写 他也引了别人注写 引别人注写 他就标名 标上是谁说的 凡是不说 都是张虚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 他自己 每一段都加了暗语 他这个暗语叫什么呢 那熊暗 他不是叫王氏熊吗 熊暗 就是他自己的暗语 前边是张注 后边是熊暗 为什么强调这个呢 张注里边 对叶天室这篇文章 做了很好的谄罚 做了很好的解释 当然也有解错的地方 也有解的不对 王孟英也批驳他 对的他肯定 不对的地方 王孟英就给他驳斥 他自己这个暗语 非常精辟 里边啊 好多内容 对叶天室的原意 进行了谄罚 基本上没有错误 他这个暗语很重要 发表了很多自己的观点 他还有发挥 而且呢 他这个版本 是两个版本对照来的 你一看 你就看他这个 就知道画本怎么说的 唐本怎么说的 两个都有了 所以呀 人们认为 这个版本 最好 所以后世 一般读叶论 读这篇文章 都采用这个版本 因为他很全 既有张柱 又有雄暗 同时 把画本和唐本 两个都对照了 很好 你既然是 从他这本书里头读 那当然就叫他这个名 所以后世 一般习惯上写文章 都这么叫了 叶祥言外感温热片 把这名字呢 一般都挪在外面了 就叫外感温热片 所以虽然他名字很多 温热论 文章论志 叶氏文病论 叶天外感温热片 名字很多 但是呢 后世一般 就用这个名称 就这个道理 那么关于这两个版本的区别 王孟英 他对 唐大烈改动原文 挺有意见 我念一念他说法 他在这个外感温热片的雄案里边 有这么一段话 雄位 原论次序 就是我认为 叶天是原论的次序 一记井井有条 所以你原文呢 井井有条 而词句并不难读 何必 以前最后 吻其章法 所以唐大烈啊 没有必要给人前面后面挪动 把人家章法反而紊乱了 人家原文就很好 而第三章 就是第三条 就是 文章论志里边的第三则 如玉女间 去其如字之类 人家原文呢 在画本里边是如玉女间 唐大烈烈认为 这对没必要 把这对去了 就变成玉女间了 如玉女间和玉女间不一样 叶田是用的玉女间 是加减玉女间 不是原方 不是张景岳玉女间的原方 所以他把这如字去掉 那就变成玉女间了 所以像这一类的错误 他说不少 所以他说这么一改呀 书师庐山真面目 你看不出你原来面目来了 所以他 自细仪华本丁正之 都给加以丁正 咱们举个例 在这个唐本的第三则 在画本里头 经出唐本是第七条 到王孟英的温热经纬 他给他编排的是第八条 因为分段不一样 这个问题不大 都是这句话 唐大烈加工之后 变成什么呢 榨入营者 有可透热 仍转气氛而解 画本原文 没加工 入营有可透热转气 这就是说唐大烈认为 这句话说的不好 他不前后少微移植吗 加工了吗 一样不一样 一般都说 他加工之后 两边差别不大 影响不大 这一段话影响大了 不是一般的大 榨入营者 和入营 一样不一样 榨是出 刚开始 那就是出入营者 也就是 营份证出起 它是 由位分 入营份 出起阶段 既有位分的表证 又有营份的热胜伤音 营热音伤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在由位分入营份的出起 因为位分症还未完全霸 所以呢 仍然可以 透热 用透热的药 使营份的热血在外外透 从气氛在透表而解 他讲的是这个阶段 这句话入营 没有炸字 那就是说 营份证的全过程 不光是出起 整个营份证 就是营份证的后期 只要没进入血分 都可以用透热的方法 使它透转气氛而解 这个范围一样吗 这个是指 由位入营的出起 那么营份证的后期 它就不包括了 这个不光是出入营 整个营份证 都可以透转转气 这个范围呢 就绝对不一样 所以 这种说法 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再比如说 夜天是一句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句话很有名 话本的原文是这么写的 热病救阴有益 而同阳最难 那是讲的 温热和湿热两种病 温热伤阴 虽然很重 但是还容易 湿热病 阳气不通 湿血恶阻气急 导致阳气不通 同阳最难 底下它讲 救阴不带血 这救阴和补血不一样 血虽然属阴 但是我们说 温病里边的救阴 和血没关 是指的阴液 是指的金液 而在 金液和汗 人家没说 金怎么着 汗怎么着 就这么说的 唐大利润觉得这话呀 说的补完善 他加了一个什么呢 这给加了个补 旧阴不带补血 这个字有用吗 不带血呢 就肯定既不是补血 又不是活血 肯定跟血没关 你加这补字毫无意义 而这儿呢 儿在金与汗 他来加了一个 儿在养金与侧汗 他都给加字了 养金怎么解释 还可以解释 生金液吗 侧汗 怎么解释 挺费解 所以后世啊 解释这个字啊 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总的来说 像他加的这个字 没有必要 人家夜天使讲的 已经很清楚了 你加什么 就这两个版本啊 你看它不就这么 几个都是差别吗 实际上不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 对这一篇 讲的内容这么多 后世 为什么对这篇 特别重视 因为啊 这一篇 是文病学派 形成的标志 有这篇文章 文病学派 就从商寒独立出来了 就自称一派 没有这篇文章之前 文病就包括在商寒里边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引点段话啊 在外感文热片里边 这是第一条 这段话呀 是外感文热片的第一条啊 它一共是43个字 你说说吧 怎么说的呢 温邪上寿 首先犯费 逆传心包 费主气属胃 心竹血属赢 便赢为气血 则与伤寒同 若论治法 则与伤寒 大义 这段话讲的是什么 这段话讲的是温病和伤寒 病因 初启 邪气 侵犯的途径 所侵犯的部位 发生发展的过程 整个的不同 那么在他以前 没有人提的这么明确的 是吧 治王安道 是脱缺伤寒 编证文病 王安道也没说这么明白 温邪上寿是对伤寒下寿来的 对寒邪下寿来的 寒邪首先犯的是太阳经啊 温邪首先犯废 这段话我估计 当时顾景文记笔记的时候 关于伤寒的问题没记 所以就孤零零的光胜了文病了 他讲逆传心包 伤寒没有逆传心包 另外 涉及到哪些脏器呢 肺主气属胃 肺脏 逆传心包 心足血属赢 这里边提出胃气赢的问题 传遍过程 伤寒也是赢胃气血的损伤 温定也是因为气血的损伤 但是 洛顺之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寒伤营和温伤营不一样 那么大家分析分析 寒和温两种邪气 都是伤营 有什么不同 所谓营指的是什么 营指的是雪中的金叶 寒伤营风伤胃 那文病也伤营 雪中金叶 感受寒险以后是发生什么变化 怎么叫寒伤营 是营阴凝制对吧 血液流动的色质了 为什么色质了 是血凝住了 为什么凝 是因为寒导致的凝血 所以伤寒的凝血是寒凝 由于寒血把血给冻住了 像水浴寒结冰一样 是冻住了 血液损伤没损伤 血液本身并没有减少 所以用麻黄糖发泡 把寒蟹散了 那冰就化开了 血液就照常流动 用不着补血 用不着养育 温热血气伤营不一样 温热血气是消耗了雪中的金叶 使血分 雪中的金叶减少 所以它是热灵 由于热消耗了雪中金叶 水分少了 雪液凝聚了 你必须养阴 所以温病的救阴 而在浸泳 必须要养阴 而绝对不能发汗 要补充雪中的金叶 水分充足了 雪自然就化开了 这个是要加温 让它化开 这个是要加水 让它化开 一样吗 都是伤痒 所以 因为气血的损伤 在伤痒也好 在温病也好 用的都是这四个名词 但是 制法 大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 咱们后边再具体讲 这我就是举这个例 这段话 大家别把它只看成是对温病的论述 实际上 这段话讲的是 寒温之变 是伤寒和温病的区别 伤寒是寒邪 温病是温邪 这是邪气的性质 侵犯的途径 温邪是上手 寒邪是下手 侵犯的部位 伤寒是先侵犯太阳 温病是太阴 废 传变的途径 向你传变的过程 伤寒一日太阳 二日阳明 温病是逆传心包 这他没有提顺传 顺传是到胃 逆传是到心包 另外提出病变的部位 先带肺 然后传到心 所以 伤寒温病虽然都是 营味气血的损伤 但是因为邪气的性质不同 对营味气血的损伤 它表现形式不一样 所以制法就决然不同 这段话很明确 一共43个字 把寒和温就分开了 所以 这温病就不能用伤寒法来治 它就自己形成学派了 那么你说温病怎么治 你既然说 弱论制法得以伤寒大义 你说怎么办 它不是光把问题提出来 而且 它在第八条 是按照 温热经纬的分法 外国温热片 第八条 这么段话 我这本子断权了 分着写的 他说大凡看法 加凡字 制止规律 就是说对温病的发展规律 怎么看 胃之后方炎气 胃分到气分 赢之后方炎血 赢分传当血分 中间没说 咱们一般说胃气 赢血变正 这为什么把它断开 胃之后方炎气 这是一个大阶段 总归还是在气分 是功能性的变化 银和血 是实质性的损伤 这两个程度不一样 静止不一样 所以他把它断开了 实际上 是气之后就是银 这问题咱们以后再讲 这段话很有学问 他没连起来说 胃之后方炎气 银之后方炎血 气和银之间 是质的变化 胃到气 银到血 它是程度的轻重 可以说是量变 气到银是质变 不是程度不同了 是本质发生了变化 总而言之 温病是这么个发展规律 首先点出来了 创立了胃气迎血变证 就是从温病的变证体系来讲 叶天士明确的提出来 用胃气迎血变证 在他之前 这个变证 是没有的 咱们刚才提 原体案 政治新传 提过胃份的问题 营份的问题 但是呢 他们又把它联系起来 也没有说怎么传变 没有叶天士讲的 更连贯 更深刻 这是传变规律 然后这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制法 在胃汗直可以 那么说 携带胃份是表证 让他出汗就可以了 这个汗呢 是使动词啊 使他出汗就可以了 可不是指发汗 怎么能使他发汗 刚才我提了 华秀云有一段没住 讲得很好 新凉开肺便是汗泥 就用新凉疏透的方法 使邪气透出去 这就叫汗泥 并不一定 非得发汗 所以他这汗之可也啊 不是用麻烦柜汁去发汗 是指透热 在第四条还有啊 他还讲 代表初用新凉清剂 用新凉清剂来凑热 倒气才可清剂 那么胃份证 进一步发展 不就气氛症吗 倒了气氛才清剂 清剂当然是用寒凉的 要清热了 这个不用讲 很简单 强调 必须得倒气才能清剂 为什么 在胃份证 不能用清剂法 胃份虽然也是热症 但它是表热 不能过早用寒凉清理的药 过早用寒凉清热的药 反而把阳气给扼住 扼扶阳气 使邪气不能外达 所以啊 这是强调 清气法 必须倒气才可以使用 胃份虽然也是热症 不能用 肉营有可透热转气 邪气到了营份 是进入了血脉 消耗了血中的精液 到这个阶段 病情当然和气氛和胃份不一样 因为它是实质性的损伤 胃份气氛是功能的失调 这个阶段 伤了血中精液了 但是 还仍然可以用透热转气的方法 使进入营份的节气 再从表透出来 后边这个药 膝脚 悬神 领阳脚等物 都不是透热转气的药 为什么 在这儿 既然提出来了 有矛盾了 膝脚 悬神领阳脚 都是轻盈凉血药 不是透热转气 为什么 你这条是第八条 和前文第四条 联合起来看 结合起来看 那边讲了什么叫透热转气了 这边它呢 补的是凉血药 我估计过紧文记笔记的时候 它来不及 有点手忙脚乱 前面就了透热的药 到这儿呢 还要把凉血药给补进去了 这个将来咱们讲原文的时候 要给大家详细分析 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呢 轻盈凉血药 入盈 应该怎么治呢 轻盈凉血 如 膝脚 悬神 领阳脚 这些药 在这个轻盈凉血的同时 还可以配合透热转气 使这个邪气有出路 像体表而透 用什么呢 你写个 轻轻 轻轻的药向外透 后来吴俊通给他补上了 吴俊通讲应什么呢 银花莲窍卓叶 请一趟这儿不有吗 所以他这个呀 讲的是大法 盈分症的大法是凉盈 但是还可以配合透热转气 这个学生呢 寄了凉盈的药 把透热转气这个词寄上了 这就出矛盾了 这不是原文的错误 你和第四条结合起来看 底下血分症 入血就孔 耗血动血 耗血 是消耗血中经验 动血是鼓动血液 使血液溢出麦外 导致出血 所以血分症的特点呢 讲的很明确 一个是耗血 一个是动血 既消耗血中经验 那么就是说 比盈分症又重了 同时又可以导致出血 在这个时候 你别犹豫 也别透热转气了 只需 凉血散血 用凉血散血的药 这个地方不是乳 是加 在凉血药里边 加什么呢 生地 单皮 鹅胶 赤勺 当然了 生地 单皮 赤勺 它本身也是凉血药 但是在这儿 为什么叫加 生地在这儿是资因 通过资因来散血 鹅胶也是通过资因散血 单皮赤勺 在这儿是活血 资因和活血 合起来是散血 在这地方 加这几个药 是强调它对散血 消散于血 这问题咱们后边来讲 这主要是大概体体 讲的很清楚 在胃分怎么治 到气分怎么治 营分症怎么治 血分症怎么治 最后 尊尊告诫 否则 你不按我这说法 前后不寻缓急之法 因为啊 胃气应血四个阶段 它有个缓急行重的问题 所以你看它用词 在胃 汗之可也 胃分症啊 很简单 用清清药物 使它透出去就可以了 注意气分症 要用清气法 但是也不急 如果胃分症没办 还得解表 不能上来就是大计量的寒凉 这也不着急 入营 轻营凉血的同时 还可以考虑向外透 还不急 到这儿 入血 旧孔好血 入血 直需凉血三血 急不急 用词啊 非常明确 所以前后 有轻重缓急 你不遵循我说这个 因为他人家是叫徒弟啊 跟徒弟讲啊 不遵循这个法则 绿气动手变错 你动手就错 你一看有热上来就是石膏 黄连 那是胃分症 是表热 不是气分症 又早了 把寒血给冰住 热血给冰住 反而透发不出去 所以动手变错 反之慌张 第一条 是43个字 这是92个字 那一条 讲了伤寒和温病的区别 从各个角度加以区别 特别是治法上 这个地方就告诉你 温病的四个阶段 怎么治疗 非常明确 甚至用什么药 都给你点出来了 当然不止这一条啊 其他条还有 你要前后互相补充着看 这一条是刚领性的 提出了胃习性血辩证 提出了四个阶段的传辩 提出了四个阶段治疗法则 给后世 提出了 明确提出了理论一句 所以我们总结叶天士的成就 他的贡献 第一 韩文分论 也就是说 明确的指出了 伤寒温病 邪气性质的不同 传变途径的不同 那么导致疾病以后 发生发展 发展变化的规律不同 治疗法也不同 第二条 创立了胃气营血辩证 明确的提出来 温病是按胃气营血 逐步深入 他不管是提出了辩证 而且 指出了四个阶段 很明确 每一个阶段的治法都有 就根据这两点 他就创立了文病学派 那么文病学派就从伤寒学派分离出来了 病因不一样 侵犯的部位不一样 传变的规律不一样 各个现在治法都不一样 那他还能在伤寒里边吗 所以 我们说 他是文病学派形成的标志 一共多少字呢 43加92 135个字 关键在这两段 当然了 不光是两段 其他的还补充 最典型的最明确的 就这两段就够了 所以话不太多呀 他提的太明确了 因为你有所遵循了 文病就这么传遍 未分症怎么治 气分症怎么治 你就会了 人家给你指导的很明确 所以说 他对后世贡献太大 再有 他不仅如此 他还丰富了 丰富了 诊断学的内容 这个诊断学 咱们笼统的说 他不光是丰富了 文病诊断学的内容 他对整个中医的诊断学 都有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文病的诊断 也是中医诊断的一部分 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 变蛇 中医诊断学里边 望诊很重要的是望蛇 在文病的望蛇上 他讲的非常细 在这篇里边 有好多内容是讲望蛇的 再比如说厌齿 他提出来 在文病望蛇之后 亦须厌齿 不管看蛇 还要看牙齿 齿胃甚至于 银为胃之落 就讲啊 牙银和胃经有关 牙齿和肾经有关 所以热血不躁胃经 必好肾液 底下就讲了 吃什么什么样是胃热 什么什么样 是肾阴亏 讲的非常明确 而且这个在临床上呢 非常实用 再有 温病啊 很容易发斑 发疹 发白胚 温热病 发斑疹 湿热病 发白胚 那么他对 斑什么形态 什么样的斑 是到了哪一阶段 应该怎么治疗 疹应该怎么治疗 白胚应该怎么治疗 讲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以前 别人没有讲这么细 特别是白胚 很少有人提到的 他讲得非常清楚 丰富了中医诊断学的内容 所以这篇文章啊 一共五千零几个字 他的贡献 是无可替代的 前人那么多论述 咱们不能说人家都是废话 前人那么多论述 都在不断的吩咐 文病学的内容 但是呢 都没有真正把文病学 从商汉里边读了出来 形成一个学派 叶天士做到了 所以后世啊 把它说为 是文病学派的 创始人 也就是说呀 他是这一派的大宗师 可以说是鼻祖啊 是这个学派 真正是创始人 是叶天士 刘丸肃 主张 含良情热治文病 他只是奠定了一个基础 因为他没有把文病形成 一个辩证论制的体系 这个体系真正的形成 实在他 所以叶天士 后人呢 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就是我们今天 你再研究文病学 还是遵照他这个理论 就是说他对文病学 有重大的突破 形成了一个学派 从他形成以后到今天 没有人再能突破他 到今天为止啊 还没有突破 所以他的贡献呢 是任何人也不能替代的 这边啊 咱们就再介绍一篇文章 叫《施热病篇》 它是 施热病辩证论制的一篇 重要的代表性的文献 因为它很早 它仅靠眼前士 这个作者呀 据传说啊 是雪雪 名字叫雪雪 字 生白 号 一条 他的生作年代 活了九十岁啊 1681到1770年 生年比叶田是晚一点 做年比叶田是更晚 叶田是活八十 他活九十 也是无限人 和叶田是是同时代 同乡 都在苏州城中 薛雪呀 他呢 应该说呀 是个诗人 同时呢 他还会画画 还兼计丹青 同时呢 他也懂医 但是啊 他自己 不说他是医生 就这么个人 这个人呢 很多才多艺啊 他的著作不少 他的著作主要是诗词方面的 比如说 八十年代咱们翻印过一条诗话 这是他讲诗词的 不是诗 而是诗话 那么 这篇文章和他有什么关系 据王孟英在温热经纬里边介绍 这篇文章 从哪来呢 最早见于 书松磨的 这段这么写的啊 他原书就这么写的 一时秘迹 建这本书 这里边啊 他有一篇文章叫做 湿热调便 他不叫这个名 叫湿热调便 这个湿热调便呢 一共是三十五条 在后边有小柱 说是学生白做 然后呢 又建议 江白仙 江白仙呢 他把这篇文章收进去了 在他这个版本里头呢 是收了二十条 没有收三十五条 后头又加了十一条 这不三十一吗 但是他和一时秘迹里边的三十五条的 排列次序 边次不一样 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吴子音 这本书有啊 吴子音的温热之言呢 是从江白仙这本取出来了 怎么取过来的呢 江白仙原来啊 他就是选了陈平博的文章 想了陈平博的一篇论文 然后呢 把这十二条片这二十条加十一条 搁到后头 前面是陈平博的文章 后面是学生白的文章 吴子音呢 把这两篇文章给拿过来 前后次序是陈在前学在后啊 他把两个给合一块了 成了一个人的书了 很含糊 张旭谷啊 从这儿 把他收入了他的一门棒贺 他前面收的是夜市文明论 夜天市的文章 后边把十二条片收进去了 他都夹了住截 所以呀 我们现在看到的 早期的 是从张旭谷那来的 王孟英这个文章 不是从张旭谷那来的 张旭谷是叫十二条片 他从哪来的呢 他从他一个朋友 那得的 这个朋友给他的呀 是46条 这比他们多 他这个文章呢 比较完整 和那版本对照的比他们全 他把他收入温热经纬 收入他的书里边 他叫学生白 十二病片 就给他起个名 这篇文章就这么来了 所以王孟英说呀 这个文章的版本非常混乱 早期那些人的课本 跟他所收的这条也不一样 内容也不完全相同 他这个呢 也是别人的手抄本 但是呢 比较完全 所以这个后人就考证啊 就包括王孟英 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学生白写的 拿不准 一般认为不是 所以学生白 他不承认他是医生 只承认是诗人 不承认是医生 这篇文章我看 我自己看法 也不像 为什么 学生白的诗写得挺好 学生白的诗啊 曾经收入 清朝大师 完美的词原始化 那里边都有他的诗 为大家引一段啊 他这个学生白的诗啊 是提墨蓝诗 是他画了一幅墨蓝图 然后呢 上面提的诗 这么少诗啊 这诗写的呀 不是太高雅啊 一般 我自如好写储词 储词是诗的大名诗啊 但是我是诗人 我本来是写诗的 为什么啊 你这个朋友让我给你画一个墨蓝 如何人换作蓝织 风情与露情看变 他指的是什么呢 用墨啊 你当画墨蓝 他墨有深浅 有浓有淡 他指的是这个 在我这张画上 你看看 一笔何尝词画 哪笔画像是一个画师画的 我是个诗人 我不是画师 你非得让我画 我给你画了一幅 画的不好 这是个签词 从他的一条诗画 我看过他的一条诗画 还有他这个诗来看 这个语句啊 都比 食热病片也好 食热条片也好 比他那个文字 水平要高 那个文章比较粗糙 所以我觉得也不像是学生白先 但是为什么都叫学生白 食热病片 都给他搁上 因为学生白在当时和叶田是齐名 在苏州啊 他也是名义 你看这个陆定谱的冷卢一画 这本书大家看过吧 这挺有名的一个一画啊 里边讲了好多小故事 就讲叶田是和学生白的小故事 因为他们同城的人呢 学生白看病是不如叶田是 但是呢 在苏州也是大名 这因为他很有名 你要拖叶田是的名不好拖 因为叶田是的徒弟多 你拖不了他的名 所以呢 就拖学生白的名 我觉得也是个脱名的作品 咱们现在不管他是谁做的 就说是学生白的食热病片 也无所谓 看他的内容 这个内容 对食热病的病因病激 和辩证论质 讲得非常好 他文字不好 内容好 就从一理上讲 是相当不错 可以说啊 补充了叶田是的不足 叶田是的外感温热片 虽然既谈温热又谈时热 但是他毕竟重点带温 时热谈的少 他这个内容呢 就补充了叶伦的不足 张旭谷把这两篇都收到一门半鹤 王孟游 王孟英 把这两篇都收到温热经纬 张旭谷加了注释 王孟英加了暗语 这两篇文章并行 最后是治疗温热时热 指导很大 叶田是谈时热 没有他谈的内容那么具体 所以呢 他在同时带出来 最后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还把这个文章 还提出来 特别强调一下 所以清代呢 一说清代的著名文明学家 四大家 叶学吴王 四大家 叶田是 学生白 吴居通 王孟英 叶田是吗 无可争议 林郑指南一案里边 有大量文明的命力 另外 有温热论在 这个否定不了 吴居通 有文明条片 王孟英 有温热经纬 有从定 随其集火热论 有很多著作 学生白的著作 究竟是什么 就是这 他没有其他关于内容 他的曾孙 跟唐大烈谈话 叙述了一段话 唐大烈给加的 无意会讲里边了 那不是关于文明 所以呀 把学生白 提的地位这么高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他对后史 有很大影响 关于这个清代中期 乾隆以后 文明学的形成过程 从叶田是开始 一直下来 到吴居通 王孟英 今天呢 咱们主要是 讲了叶田是 今天就到这吧 我给你来听说的 我认为 在那儿 我认为 你对我来听说的 是 我认为 你能听说的 我认为